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QEQN 我是貼曲 今天是狐狸耳朵最大排行榜 我們的參賽選手有 南非湖、大耳湖、阿富汗湖、耳闊湖、大耳沙湖 第五名 阿富汗湖 耳長7-9公分 是胡雅科的狐屬物種 氣息地為中亞到西南亞地區 如阿富汗、伊朗、以色列、埃及等地 分布範圍很廣 海拔分布也很廣 從平地草原到海拔2000米的高山 都有它們的蹤跡 從天體頭尾長70-90公分 尾長約32公分 尖高約30公分 體重1.5-3公斤 雄性稍微大一些 特徵為眼睛到鼻子兩側有明顯的黑斑 繁殖期為12月至2月之間 時移負一期日 懷孕期為50-60天 美胎1-3隻幼體 布露期為30-45天 在8-12個月時性成熟 約在出生後的第一個秋天開始獨立生活 野外受命約4-5年 人為飼養可達6歲 為了避免猛情的獵捕 大多的活動時間都是在黃昏之後 是夜行星動物 它們主要以昆蟲水果為食 只吃少量的脊椎動物 約佔總飲食的10% 它們非常少喝水 水分主要來自於食物中 由於分布範圍非常廣 族群數量難以估算 被列為無微物種 第四名 南非狐 耳長5.8-9公分 有成銀貝狐 開普狐 是胡雅科的狐屬物種 機器體為非洲南部的安哥拉 奈米比亞、南非等地 喜好草原和沙漠等開闊的地區 整練體頭體長45-61公分 尾長30-40公分 尖高28-33公分 體重3.6-5公斤 雄性較磁性大約5% 特種為前肢灰帶有紅毛 尾巴末端為黑色 繁殖期不固定 但每年只會生產一次 十一夫一妻制 懷孕期五十一至五十三天 每胎一至六隻幼體 不如其為六至八週 四個月大時才會開始自己秘食 五個月大時就開始獨立生活 九個月大時性成熟 因為推估壽命約六年 人為飼養可達十歲 他們是夜行性動物 在黃昏後與黎明前最為活躍 白天時大多躲在地底下的洞穴中睡覺 他們是雜死性的 主要以昆蟲、水果為食 偶爾也獵捕兔子和鳥類 推估的族群成年體數量約為一萬五千隻 但每年約兩千五百隻 遭到車禍或獵捕死亡 推估族群數量在下降中 但目前是無為物種 另外說一下 他們的智商很高 根據養育人員的觀察 他們可以聽得懂音律 第三名 大爾沙狐 耳長8至11公分 是胡雅科的狐屬物種 記起地為北非到西亞 分部範圍非常廣 成年體同體長40至52公分 尾長熱7至30公分 尖高約30公分 體重1.3至3.6公斤 雄性較磁性大一點 他們的毛色隨著季節會有些微變化 夏季較米白 冬季較紅 凡之期為11至1月間 十一負一七日 合運期約50天 每胎2至3至幼體 不入期為6至8週 在4個月大時獨立生活 在1歲時性成熟 野外推估壽命為6年 人為4養可達12歲 他們是夜行性的雜食動物 主要以昆蟲為食 但他們很不挑 秘食路徑上只要能吃的就會吃掉 竹、草、多肉植物、棕榈素果食等等都吃 由於他們的分布範圍太廣 族群數量為之 被列為無為物種 第二名 大爾湖 耳長11.4至13.5公分 有成福爾湖 好萬湖 是胡雅科的大爾湖屬物種 自成異屬 七七地為非洲上的兩個地區 一是艾塞俄比亞和蘇丹南部到坦桑尼亞 二是安格蘭南部和羅德西亞到南非 喜歡乾燥的草原和蘇丹草原 存電體頭體長46-66公分 尾長23-34公分 尖高30-40公分 體重3.2-5.4公斤 磁性體型較雄性更大 特徵為灰黑臉、白眉毛、黑色的耳間 繁殖期各地不同 取決於氣候因素 他們會挑選最適合的時候開始 如在15多的雨季期間 基本上是1-17至 但也有1-27的狀況 懷孕期為60-70天 每胎1-6隻幼體 不如期為14-15週 但幼體一個月大時 就會開始吃些母乳外的食物 他們與其他的狐狸有很大的差別 幼體主要由雄性在照顧 斷奶後雌性可能就會離開 由雄性獨自照顧 並交到密食的方式 不同的雄性間 也會幫忙照顧幼體 都有當奶爸的概念 在5-6個月大時 可以開始獨立生活 8-9個月大時性成熟 但即便性成熟後 仍有些雌性後代會選擇留下 野外最高宿命約為9年 只會飼養可達13歲8個月 牠們是群居型的動物 活動時間根據季節有所變化 夏季時是夜晚 冬季時是百天活動 這是因為牠們的主要食物是白蟻 為了配合白蟻的活動時間才有所變化 對於牠們的野外數量未知 是屬於無微物種 牠們的牙齒 為了吃白蟻而演化變得很小 咬合力也變小了 是一種人觸無害的動物 也因為牠們會吃白蟻 被認為是異獸 很少遭到人類而獵殺 牠們對人也不會害怕 甚至還很有好奇心 因為牠們的牙齒很小 很難咬傷人 並且對人沒有侵略性 在南非是可以被飼養當作寵物的 第一名 耳闊狐 耳長 10-15公分 是狐亞科的狐屬物種 既其地為非洲北部的沙漠和半沙漠地區 最大的特徵就是牠們的體型 是世界上最小的狐狸 腫電體頭尾長30-40公分 尾長48-30公分 尖高18-22公分 體重0.8-1.5公斤 繁殖期為1-2月間 11-17至 懷孕期為50至53天 每胎平均2-4隻幼體 最多1-6隻 不入期有個體差異 短則1個月 最長3個月 獨立時間有差異 最早6個月 最晚9個月大時獨立 一般來說是性成熟時才會獨立生活 幼體由父母共同照顧 野外壽命最高可達10年 人為飼養可達12歲 牠們是社會化的動物 會在土地下挖掘洞穴為巢 在巢中只有自己一家 但各家居住的距離很近 甚至不同巢中有時也有互通的地道 有觀測到會去拜訪鄰居的行為 為了避免沙漠的高溫 白天時大多待在地下的巢穴中 都是晚上出門覓食 是夜行性的雜食動物 主要以昆蟲、鯷子動物、蝸牛、蜥蜴等為食 也會吃植物的水果和根部 牠們目前屬於威物種 但是由於牠們的棲息地受到破壞 並且由於太可愛受人歡迎 遭受到偷獵 推庫主群數量在下降中 在此特別呼籲啊 不要想養牠們當作寵物 因為大多都是偷獵來的 只有極少部分是人為繁殖的 又因為牠們是沒有受過驗化的 所以為了適應人類 偷獵者大多是偷剛出生沒多久的小狐狸 不要為了一擊之絲 導致牠們骨肉分離啊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的話請幫我按個喜歡吧 並記得訂閱和開啟小鈴鐺 想要聽什麼其他的主題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